購物中心緊急封閉 本來在逛街的顧客 通通回不了家 被迫在商場內過夜 直接在餐廳沙發上 或是走道上打地鋪 大陸江蘇省蘇州疫情升溫 14號單日新增12例本土確診 作為台商重鎮 傳出有兩家台資企業員工確診 分別是聯華電子旗下的合建科技 以及晶圓店蘇州子公司金龍科技 而緊鄰蘇州的上海不敢大意 不只跨境客運喊停 連接蘇州下霞的崑山 和上海地鐵也暫停營運 不只大陸緊張 香港疫情更被形容是爬山旗 新增個案飆升 14號單日新增2071例 疫彩陽性也超過4500例 加起來恐怕破7000例 重症的三歲女童 也被送進家戶病房 醫療體系崩潰 確診者成了三無患者 面臨無醫生看 無藥可服無人送飯的囚禁 香港跨境貨車司機接連確診 造成蔬菜供應不足 各地出現搶購潮 要不然就是漲價貴到民眾笑稱 吃齋的都要轉行吃肉了 香港旅遊業慘兮兮 去年旅客人次大減99.8% 面對疫情止不住 全港學校也將延長暫停實體授課兩週 避免病毒進入校園 記者綜合報導